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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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对方高 我不给你打 我就只抱你的腿 把你憋倒拉倒 你看伊朗选手啊 伊朗的运动员的特点 拳发还是都比较硬 对 所以说对于这个双方 尤其是身高悬殊脚大的运动员来说 控制好距离是特别重要的 看蓝方他距离控制的就很好 他始终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内 红方消极了抱第二次了 被这样就失去了一分 然后当他再一次贴近对方的时候 这个蓝方运动员又贴的特别近 导致于红方这个长胳膊没出屎 所以这距离还是控制的很倒霉 那么红方打得更积极 更主动一些啊 更打得积极 得点更多一点 尤其他这后手拳啊 打得很准 站在那儿应该比对方高一个头 也是有一种心理优势吧 对 所以镇开又给踹腿 印度选手啊 身高不高 但是很稳 特点 第二局比赛开始 round two 跟DG一样啊 伊朗选手一开场就很积极的主动的进攻 连续的拳法加腿法 伊朗选手也是非常积极的一位啊 开始 停 啊 印度选手对伊朗这个防摔啊 这确实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接着腿也没有采用有效的办法将对方摔倒 嗯 这位来自南方的印度选手 身高是一米六度 我体重是六十五公斤 那这次获得的是2017年散打亚洲阶线的亚军和2017年第十四届世界锦标赛的季军 那么他的对手呢 也就是这位伊朗选手身高是一米七六啊 体重是六十五公斤 那曾经获得2017年第十四届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和2018年亚运会散打六十五公斤级的亚军 都很优秀 从场面上看伊朗选手更有优势 这个伊朗选手在资料上也比对方高了十一公分 对 你看这个伊朗选手如果接了腿也没有办法 那看来是 伊朗选手